香江女才白韵琴白韵琴已经76岁了,或许还不能称之为高龄,但其实她已经淡出了很多年,与比自己小15岁的丈夫谢伟俊居家过日子,白韵琴与谢伟俊1989年开始同居,一起生活了31年,31年中历经风风雨雨,高低起伏,最终还是携手走到今天,虽然很多人都说是白韵琴成就了谢伟俊, 但夫妻生活,感情生活这些事情,谁成就了谁,谁愧对了谁,谁付出了多少根本难以计算,重点是彼此情真意切,能够携手走到今天,在白韵琴来看,谢伟俊就是陪伴了自己一生的人,财富早就不是他还会在意的东西,白韵琴身家以一元计算,仅仅是房产就高达三亿,早就是城中知名的富婆,不过再有钱, 带不来也带不走,活了76年的白韵琴早就看得相当通透,所以这两年他已经陆续将手上所持有的房产一一变卖,处理,如今只留下了一套在香港自住的房子,以及内地的一栋别墅,终究人就只有两个,房子再多,再大,也就这样,把房子卖掉还省去了未收租一室的折腾,且年纪也大了,也不想折腾,还不如卖掉流来养老。 白韵琴这些年已经变得深居检出了很多,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之下,他几乎都常居在西半山大概面积2600尺241.5平米的豪宅中,这是他在香港如今唯一一套居所,日子过得质朴,与谢伟俊常伴家中,哪都不想去,很难想象。 这就是湘江财女,富婆,经历过多姿多彩的人生,曾经做过艺人在TVB,亚视拍戏,又做过电台主持,还经常为香港报刊杂志写专栏的财女白韵琴最想要过的人生与日子吧。 白韵琴的身家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房产如今至少有三亿,这是可以根据土地购买记录所查询到的。 所以他又有富婆的称号,当然也正是这样,他与谢伟俊的这段姐弟恋就很容易遭到外界的诟病。 白韵琴的财富来源不完全是因为工作,70年代与缅甸首富儿子的一段失败的婚姻,让他在离婚后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资产。 此外,80年代初就开始创业的白韵琴,投资相当有益手,炒股,炒楼样样精通,特别喜欢的是旧事置业, 最风光的时候他手上的物业多达30个,后来遭遇金融风暴亏损了不少,不过他一向才大气粗,买卖房产像买菜一样,亏了不可惜,赚了也无所谓,反过来想,可见他的身家有多丰厚,经得起折腾。 白韵琴除了有钱,与现任丈夫谢伟俊的这一段相差15年的姐弟恋也相当轰动。 认识谢伟俊之前,白韵琴曾嫁给一位外国富豪,婚后两人育有一子,可惜,这段婚姻没能长久,离婚后他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资产。 之后,他开始投资房地产,眼光独到的他,高峰期名下有30多套房子,身家过亿,是名副其实的富婆。 白韵琴的身家具体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房产如今至少有3亿,这是可以根据土地购买记录所查询到的。 当然也正是这样,他与谢伟俊的这段姐弟恋就很容易遭到外界的诟病。 80年代初就开始创业的白韵琴,投资相当有益手,炒股,炒楼样样精通,特别喜欢的就是置业。 最风光的时候他手上的物业多达30个,后来遭遇金融风暴亏损了不少,不过他一向才大气粗,买卖房产像买菜一样,亏了不可惜,赚了也无所谓。 反过来想,可见他的身家有多丰厚,经得起折腾。 至于谢伟俊,他跟白韵琴刚认识时,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两人无论年纪还是身家、地位都差距很大。 因此,当他们的恋情曝光后,外界都不太看好,两人却没有理会外界的闲言碎语,爱得非常浓烈。 1997年,白韵琴与谢伟俊正式登记结婚。 结婚多年,夫妻俩经常出双入对,比很多小年轻都要亲密。 这几年,年岁见长的白韵琴过起了身居简出的生活,直果而亮相,而每次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永远是老公谢伟俊。 讲真的,谢伟俊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对白韵琴好,足以证明他真的很爱对方。 自林彦妮离世之后,香港的五大才女只剩下四位,而这余下的四位才女,大多都步入了年老期。 好比79岁的白韵琴再不如往昔那般的光鲜亮丽。 终究岁月不饶人,哪怕打扮再精心,也难掩他再行动,一态上的老态。 自威易在2022年蔓延后,已经很少再看到白韵琴公开露脸,就更不要说外出,2022年白韵琴唯一一次接受的访谈还是在自家进行的,可见他如此低调而小心翼翼,难得香港政策放缓。 终于看到白姐姐与丈夫谢伟俊入马场,观看爱居源源动力的赛事,没想他们的爱居还得到了第一名。 于是睽違多年后,再次看到白姐姐与谢伟俊手牵着手拉头马,成为全场焦点。 这一幕本来看起来是挺温馨,甜蜜的,但由于白姐姐与谢伟俊有15岁的年龄差距,这画风看起来就有点奇怪,已经不像是夫妻秀恩爱,更有点儿子拉妈妈的意味。 在多姿多彩的人生,在富贵的人生,终究难逃生老病死,这是人之常态,无所谓贫贱贵,想必79岁的白韵琴早就有所领悟。 所以这些年来,她不再高调行事,甚至显少露脸,更不惜将名下在香港超过4亿的房产逐一变卖,如今只剩下一套西半山面积2600尺的豪宅流来资助。 她很清楚钱财之物带不来,也带不走,曾经拥有几十套房产,总值起义,也不过如此,她没有很多的后代要照顾,要继承她的遗产,自己也无心在打理,不如逐一变卖,过简单的生活。 白韵琴如今最大的幸福来源在丈夫谢伟俊身上,毕竟老无所依,幸得谢伟俊不离不弃,相守在身边,白姐姐与谢伟俊年纪相差15岁,从前不觉得这对恋爱有什么问题,感情融洽就好,但其实白姐姐与谢伟俊的这段感情也波折重重,风雨不断。 1989年两人就已经在一起生活了,直到1997年才在国外注册结婚,外界一直不看好,不是因为恋爱,而是女尊男卑,白韵琴太有成就,地位太高,谢伟俊当时不过是个一员,而在婚后,白韵琴频频频与谢伟俊联名买房,两人高峰期共同持有房产多达18个。 关键是以谢伟俊的能力,她根本支付不起,所以她被人笑了30年在吃软饭。 两人结婚后,感情曾经几度受到动摇,期间白韵琴曾经经历过牢狱之灾,2009年谢伟俊被曝光有外遇,白韵琴公开指责对方薄情寡异,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2013年白韵琴又在节目中公开表示,与谢伟俊是有名无识的夫妻,毫无保留地公开夫妻间私事,更指责谢伟俊对自己动粗。 但,一次次的风波之后,两人都没有分开,分手,直到今天,反而随着白韵琴的年纪渐长,她似乎已经离不开谢伟俊。 如今她不只是当谢伟俊是人生伴侣,更是精神寄托,终究年纪大了,越老内心越孤独,更需要有人在身边贴身照顾,安抚。 重点是谢伟俊也的确很贴心,这才让白韵琴安心。 恋爱这么多年,克服了重重难关走到今天不容易,如今夫妻俩面对的是很多恋爱都要面对的考验。 当白韵琴的年事已高,不再容光焕发的时候,而比她小15岁的谢伟俊依然充满着魅力,两人的差距已经不再是年纪上的差距,而是外形上的差距。 显然当两人手牵手外出秀恩爱的时候,不知情的人根本就不会想到两人是夫妻,这个很现实。 事实上,白韵琴早就已经尽嫌老太了,就是化妆也已经难以遮掩,而这样的老太不只是一容上。 更有行动上的,而如今在看到白韵琴进马场露脸,只见她打扮依然很得体,但是神采不再飞扬,神情还有点呆滞,行走的步履有点蹒跚,全程需要谢伟俊拖着走。 夫妻俩在马场食指紧扣,这是恩爱的表现。 事实上谢伟俊真的很贴心,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呵护。 而白韵琴年纪大,记性越来越差,在拉头马的时候,一度忘记戴口罩,谢伟俊则是非常细心地帮她戴口罩,整理好口罩的边边角角。 终究两人年龄上的差距还是太明显,谢伟俊才60岁出头,而白韵琴虽然不是老太龙中,但的确更像是谢伟俊的长辈。 所以当谢伟俊拖着白韵琴的手拉头马的时候,就像是孝子拖着母亲的手,难挂有瓶马人忍不住调侃,骤然一看,还以为谢伟俊那么孝顺,带着妈妈来拉头马。 虽然被外人调侃了一番,但相信谢伟俊早就习惯了这些。 她才不介意别人怎么看,能够照顾好白姐姐,陪伴白姐姐钟老师她如今最执着想要做的事情,也许这就是真爱吧。 但对于白韵琴来说,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生之后,她一早也想明白了什么对于她来说才是重要的,捧着那么多钱一辈子用不完,名下的房产多的也住不完,一家人也不过是只有两个人,加上近年又不喜欢四处外出。 故此她干脆将手头上的房产主意变卖,也是,年纪越大,就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白韵琴最期待的生活其实也不过是平淡,简单的日子。 白韵琴与谢伟俊有着巨大年龄差,两人却能顶着压力,相亲相爱这么多年,实在难得。 在此,祝福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生活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